政治焦点 郭董到底选或不选 明年的选举会是四强争霸战吗 好几天没有公开露面 今天早上才说会走完星辰 总统一定会选到底的柯文哲 被绿营大酸是去见牛鬼蛇神了 不过柯P回应 见得事实上是慈悸的正言上人 而且私底下已经形成满党 强调自己狠听上人的话 吃素 中午吃的就是素便当 从牛鬼蛇神变上人 转折未免也太大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来到机会酸回去 因为前一天绿营这样说 我看他应该忙着 在见其他的牛鬼蛇神吧 但是他的行程如何 我想我们也不得而知啊 现在答案揭晓 10号上午就在议员说时 柯文哲正在拜访慈悸 正言上人 画面当天中午就公开 一个小时畅谈环保跟吃素 只是柯文哲从7号起 就没公开行程 被说是神隐四天 他行程还是满党 每天早上的7点半就开始开城会 然后例行的会议之外 他其实也接受了外媒的专访 还有我们有去 最近去这个大同区的斯文里 这边有公办读更 那边有展览 但谈到慈激不免会被想起2015年 柯文哲曾杠上慈激内湖开发案 后来慈激主动放弃申请 柯文哲公开感谢 几个月后又亲自去拜访正言上人 被解读是化解过去不愉快 如今要逐大位 难道是要瞄准宗教票 这东西想太多了 从2016、17、19年 那甚至到20年 还有最近的这一次 那主席其实都跟上人 有多次的见面 当时是透过 不管是蔡富啊 或仆富都有迎接 私下拜访正言上人好几次 这一次牵扯选举攻防 就算柯文哲踏入佛门清静之地 也很难图个六根清静 TVBS新闻张家保丽匹 台北报导 没那么误 相较柯文哲跟侯友宜会 定时安排公开访问 但是副总统赖清德 却很少很少 最近才在民进党中央 模拟问答 结果这样的寻答 问答过程 让柯P大酸 这简直是假记者会 记者是接受提问 副总统赖清德 畅谈青年政策 只是只提问的 应该不是记者吧 原来副总统 记得两分钟的对象 不只是粉丝 还有平日守候 石油记者室的真媒体 这支影片也让对手 柯文哲看出不对劲 我看昨天赖清德 那个才好笑 至少他 至少我要面对 你们这些真记者 他弄个假记者 那开就可以了 美国联访 几乎都是问好问满的 不只柯文哲 还有侯友宜 同样都是总统候选人 除了事后的社宅 回应之外 赖清德最近一次对媒体面对面的谈话 却是近两个礼拜前 问了三题 回答一题 期间除了郑宏怡专访 之后的读访 也都是已读不回 听到问题 却仿佛事不关己 之态度 让柯文哲心里 有点不平衡 想到的是 但台湾的质疑 民进党也丢到柯文哲身上 大选年还是有底气 不跟进对手 天天为选民适宜 或许民调仍然领先的赖清德 步步为营 不犯错 就更有机会赢 特别新闻 华正生 林佳慧 台北采访报道 而且侯友宜造访台中 下午有地方两大失礼 包括了红派的江启成 以及黑派的袁文恒 经历陪同 整合看起来是颇为顺利的 不过呢 却为什么独不见市长卢秀燕呢 原来他确诊才出关 今天刚好有安排活动 才没参与 手拿工具来采离 侯友宜摇身一变 化身农民 拿给记者 要不你也试试 侯友宜台中行 下午和江启成 来到东市 农民招待很热情 大方送水梨 红派江启成 助攻侯友宜 抢供农民票 黑派严宽恒 接力陪同拜庙 整天下来台中红黑两大派系 一起簇拥相挺 看似整合顺利 却怎么不见妈妈市长 卢秀燕与侯合体 来的时间妈妈市长秀燕 刚好身体为样 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积极认真 负责的 非常棒的一个海市长 他对我 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都有革命情感 被问笑而不语 毕竟确诊刚出狱 对比其他县长口罩全程带紧 出席自己成立的女性县市长联盟 侯友宜行程 不客参与 因为上次蓝营才刚定 柯文哲条款 眼眶很看柯 两人就在镇兰宫同胎 眼睛标也和郭台铭 两人曾十指紧口 点出来要特别感谢 不让柯再有插针机会 TVBS新闻 谢文祥 李明辉 庄凯运 李宗泽 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 所以说从美国反胎以后 画面左边我们看到了 郭台铭 马不停蹄参加了许多场的造势活动 但是网络声量却直线往下滑 让粉丝担心拖远 恐怕对郭董越不利 其实郭台铭并不担心 他说请大家再给他一点时间 准备好就会宣布 这个地应该是给市场 给老百姓用好 还是拿数位发展部去用好 中央怎么决定 不是我们小老百姓可以 不是 你不要忘了 我们都是纳税人 怎么用 为何不能决定 郭董当面鼓励 摊商勇于反应 政府是不是太浪费了 拉税人的钱 你们要讲话 毕竟作为书发布大楼 预定地 南门中级市场摊商 不久就要搬离 郭董来到这里 原想替大火爆驱 但这对话怎么有点 文不对提 你们希望这个地方要被拆掉改建吗 这边拆掉这个判政府的意思 不是你们的意思很重要 我们要回去了 那这个接下来是东门的 所以请愿的应该是东门 对着郭董重新说明 原来是隔壁 东门市场无法比照办理中绩 言下之意 郭董应该找他们去 你是南门市场 我是南门市场 如果我关心这问题 我应该明天就 就算遭遇小插曲 郭董看来没太在意 但这时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频频耳提面命 口罩架上棒球帽 低调贴身提醒 他之前国民党 主发会主委张亚萍 是否加入郭团队 天助力本人不便说明 毕竟能否出现都还未定 只是从造势场出现大量空译 再谈出声量分析 以九号为例 来领听名的侯友宜 当天提出能源政策 声量达到2.7万笔 反之到屏東造势的郭汉民 2.2万则不增反减 消风危机是否已经出现 回荡在选与不选之间 是郭董的独门哲学 TVBS全网附订 环境中军院分析消除 台北我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载TV 我们下载TV